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这是一种叫做绝族蝉的蝉蝉 绝族蝉属于新墨西哥独绝蝉蝉物种之一 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物 绝族蝉的皮肤能分泌出某种特殊的味道 不是腥味 也是臭味 而是类似花生酱的气味 这股香甜的味道闻起来或许十分美味 但是千万不能尝试抚摸绝族蝉 因为一旦接触到这种蝉蝉物 就会让人忍不住大喷蝉 如果接触到眼睛的话 甚至还会灼烧眼睛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绝族蝉越紧张 身体所散发出的花生酱味道就越浓烈 那味道显示了你一把不强烈 停 打住 停 是那我这皮疙瘩都起来了 看来您不是很喜欢啊 没关系 您再看看这款香水 也是咱们店的爆款 有没有闻到 一股很诱人的闷蝉蝉 冰高 这款香水叫做甜甜爆米花 它有着非常浓郁的奶油爆米花种调 这甜甜的味道 仿佛让人再次回到初恋的那个电影院 想不想知道 这股爆米花的香气来自哪里 千万别说 我不想知道 淘气 这股特殊的香气提举自熊梨的尿液 熊梨来自东南亚 是一种害羞的毛发横松的动物 熊梨的尿液闻起来特别像电影院里 奶油爆米花的味道 熊梨在叙叙时 游的时候它会特意将肉液沾到自己的脚 从尾巴上 以便将这种味道更好地散发出去 这样就可以与自己的人类进行信息交流 比如球偶 占地盘 躲避敌人等 我怎么就尿不出来爆米花的味道 这是因为熊梨体内有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 而你没有 据科学家称 当爆米花被加热时 蛋白质和糖发生化学反应 生成了二氨基飘零 而爆米花美味的原因正是由于这种化学物质的存在 据友宽研究人员称二氨基飘零 同时也是让熊梨散发出爆米花香烈的原因 他们认为这种物质是由熊梨身体里的一些尿液和内脏皮毛 皮肤的细菌或者其他什么微生物所产生的 突然觉得这些水很一般呢 等等 看来客人十分挑剔啊 那我只能推出本地的正点之宝 向你靠着诱惑 这味道实在是太游戏了 你想要吃一下 没错 你们一顿闻到了 山水中那股清新还有浓烈的香草味 它叫做海鲤香 海鲤香被称为动物界的四大香料之一 是从海鲤体内的肛门香腺中提取出的一种分泌物 该分泌物新鲜时呈乳黄素奶油中 放置时间越长则颜色越深并逐渐变硬 最终一般成褐色树枝状 不规则结块类物质 从公元九世纪起就有人用 最早的使用者是阿拉伯人 海鲤香有时候还被加入到那些桃花生殖的香水中 比如蓝蔻 纪凡西和香奈尔等 海鲤香的好处不仅如此 海鲤香还能够用来入样 主治神经病能减轻疼痛性及痙攣性症状 另外 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把海鲤香认定为一种 公认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不过听说我国的使用量并不多 海鲤香一听就高奔大吉祥胆词哦 那是 不过我们的香水更特别 是从海鲤爸爸里踢去出来的海鲤香 我喜欢 我喜欢 海鲤的爸爸闻起来就像是香草一样美味 这是由于海鲤在排泄时 其体内肛门下方的肛门香线 会分泌出带有香草味的粘稠物质 能够帮助其润滑肠道 动静便便顺利地排出 因此便便在沾上肛门香线分泌物的同时 也就有了香草的味道 小姐 要不要来一瓶啊 要不要接客啊 麻烦让一让啊 别挡着其他买得起的客人 要好 您敢抢不起老娘 全瓶我全要了 我这就给您包起来 wait 不要阻碍我 麻烦 请刷我的卡 楼本大器 很小 急便香水 小K 老太 这是您的账单 一共是八千八百八十八 万好 哈哈 你知道吗 你刚才刷卡的样子挺直帅爆了 要卡爆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说你开心就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